主料,高粉250克,牛奶150毫升,辅量,白糖25克,烈乳10克,酵母4克,奶粉10克,鸡蛋1个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准备材料,高粉250克,酵母4克,草莓果酱40克,白糖25克,奶粉10克,牛奶15克,0克,鸡蛋1个,黄酱5克。 黄油35克,除果酱和黄油外,全部放入面包机桶内,搅拌至面团光滑有弹性,然后再分二次加入切成小块的黄油,温柔成面团出透明的膜,发酵至原来的二倍大,拔好的面团排性后,用擀面杖改成椭圆形长片,面团一头放入一勺草莓果酱,整理成橄榄形,依次盘入烤盘里,全部做好的面团放入烤箱里, 做第二次发酵,一般为60分钟左右,刷好待夜的面包皮,放入预热至180度的烤箱,烤15分钟左右,至表面上还,烤好的面包出炉,放然后再试用,成品出炉了,烹饪技巧。 面包一定要高筋面粉,刚烤好的面包含有二氧化碳气体,不是立即食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